整個台南未來發展的兩個引擎 一個在南科 一個在砂樓 人家說南科是長在甘蔗園裡面的科學園區 它真的就是長在甘蔗園 出了廠區就是甘蔗園 所以沒有毫無都市機能 因此他們都會覺得說 那我來這邊好山好水好無聊 可是連好山好水都沒有只有甘蔗園 所以說他們來講 他們當然沒有想要住在這邊 甚至於避免來南科出差 或來南科上班 直到這些年來的經營 地方政府不敢在交通上 或是在當地的這個都市機能的建置上 包括學校 南科時中 包括醫院 西美醫院的合作 在那邊蓋醫院 包括這個都市機能 Shopping Mall 或是一些的 然後他可以這個下了班 住在這邊不會覺得住在甘蔗園裡面 但是慢慢隨著都市機能的發展 跟造證完成 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這邊生活 這幾年來幾乎都看到南漂的人 很少看到這個就是說 這個新竹啦 或是說台中來支援 下班就坐著高鐵回去很少 他們或許來這邊開會 開完會回去他們原先的工作崗位 但是他一旦工作崗位在台南 他都不需要 也很少看到 幾乎沒有看到他們在 他們的家是住在外面 所以在現在 在去年底 有將近10萬人在南科工作 那未來隨著這個科學人區的發展 甚至隨著將來高雄的 陸竹基地 橋頭基地 還有男子基地 三個基地陸陸續續 建設一個完成 所以他們住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南部科學S郎帶 所謂S郎帶 從嘉義 台南高雄 EVEN到屏東 這樣的一個高科技S郎帶的人 會越來越多 延續就是移入的人口 比移出人多 但是過去還是面臨的生不如死 這是全台灣都面臨的 就是說 過世的人 雖然人口老化 少子化 所以出生數少於死亡數 這是這樣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尤其是高科技人才也好 或是年輕的世代也好 他們願意在台南 敢結婚 敢生子 敢成家立業 就像這個雙引擎一樣 南科是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沙輪 就是 這是台灣燈會舉辦的地方 就是高鐵沙輪站那邊 那邊有中研院 南部分院 主攻的是量子力學 主攻是量子學 量子所 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國家實驗研究院的自駕車 實驗場域 還有工研院的南部分院 陽明較大的這個台南校區 還有城大的健康園區 所以在那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園區 有K12 有國際學校 高鐵沙輪還有山井奧蕾 那所以這新的生活技能非常完善的地區 整個台南未來發展的兩個隱形 一個在南科一個在沙輪 我們在這張公衆大學 都很適合 我們在這張公衆大學 我們在這張公衆大學